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山羊 感恩新生命的诞生 这对乌克兰夫妇带CNN主播参观 被俄军炮火彻底摧残的房子 瓦迪姆夫妇住在基辅北方的村庄 安德烈伊夫卡 他们的继子因为对抗俄军而死 夫妻俩为了躲避俄军轰炸 在冰冷黑暗 小到几乎无法躺平的空间里 整整待了30天 桌上摆了时钟 每天偷偷打开收音机 听个几分钟新闻 偶尔还是得到地面上 接触阳光透透气 免不了和俄军打照面 因为这段期间 一批俄军直接大喇喇 把他家当成自己家 瓦迪姆说俄军会偷村民的床垫床单 有的用被嫌弃到不行的口粮 和村民交换鸡蛋和果酱 在这段与俄军同住的时光 难得相安无事 偶尔还会聊天 瓦迪姆说这些18、19岁的士兵 被告知在军演最后一天要聚会 以为终于可以回家 两天后才惊觉 竟然是被载到乌克兰去打仗 对很多年轻俄军来说 这场战争根本打得莫名其妙 一名20岁的厄兵战俘 接受乌克兰记者采访 就是最真实的心声 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 还要在枪林弹雨中 摧毁别国老百姓的人生 许多恶军无论生理或心理都难以承受 无情战火下 的确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东西宣传 瑞克亚涵 综合报导